张飞在城楼上勒鼓三通,让关羽把菜羊给杀了。 如果三通鼓打完了,你把菜羊斩了,就说明这艘人马不是你带来的。 要是三通鼓敲完,你斩不了菜羊,那不用问,你是带领着这只人马来取我的古城。 逼得云长万般无奈,他只好是提刀上马,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。 云长用了一个撇刀剂,就把菜羊给杀了,然后把菜羊手下支掌打到齐的那个军校捉住。 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,说你们这个菜羊将军他从哪来? 这个军校这才说,说是我家菜羊将军听说,汉寿亭侯,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齐杀死了。 当时老将菜羊要给他的外甥报仇,向曹丞相请兵,要追杀你,曹丞相没答应,不让去。 后来刘弊和宫都复战了汝南,我们菜羊老将又向丞相讨令,说他要把汝南收回来。 我家曹丞相这才给了老将菜羊一哨人马,让他收回汝南。 我们的兵马刚走的这孩探马,禀报菜羊将军,说前面有一队车档,保护车档的人正是离汉寿亭侯观云上。 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,他说这是天助他,给他外甥报仇,急不可待举兵而来,他就才从后边追你,不上汝南了,就这么一个来由。 兵长问明位之后,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,你看城楼上那个将军没有? 那军校一看,我看见了。 兵长说这好了,你就把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,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,一字不许唱。 尊命,兵长这才告诉马同,把这个掌旗军校给送了去,送到张飞张义德的跟前。 张飞又问了一下,这军校把方才说的这三话,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。 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,不一样,好险啊。 方才我没等二哥允长把话说完,我差一点一千把允长二哥给挑了,如果真是那样,那不冤枉了我的二哥呀。 大哥刘玄德知道了,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我呀,还不得跟我拼命。 张飞刚想在这儿,跑来一个探马,刀! 七零三将军大事不好,什么是这么惊慌? 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,马上人一个个陪刀待剑,他们风驰电掣般的直奔我古城门来,请将军定坐。 啊! 张飞吃了一惊了,心说怎么? 啊!难道又是曹兵? 刚才在城外边,晕成二哥刚杀了蔡阳,怎么又是曹兵呢? 不是曹兵,那哪来这么一股人马呀? 你可曾看见,他打的是哪家的旗号? 嗯,欺兵将军,没旗号。 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,他哪这么股的兵啊? 没旗号就搬我这儿来了,赶快迎敌,不管怎么回事,也得出去看看。 他飞身上马,提长大蛇毛,就奔南关来了,来的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啊, 只见从柜面,拼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,为首的有两个人, 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,这两个人赶快是滚安下地, 由他马上就跳起来。 后边那些人也全摆马皮勒顿, 等前面这俩下了马,来到张飞的跟前, 真实一礼,三将军,你一向可好。 啊? 张飞一看,哈哈,他乐了。 怎么回事,然是,感情是迷竹迷方两兄弟。 哎呀,是你们啊。 嘿嘿,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,张飞翻身下了马。 这都是什么人呢? 这都是我带来的一些从人。 哎呀,曲州失散之后,你们上哪儿去了? 三将军,我们能上哪儿去啊? 迷竹苦笑一声啊,不瞒三将军你说,我们都回老家去了,到老家避难去了。 最近啊,我们那儿去了一些个客商,这些客商都说说古城这儿,来了位非将军。 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,音容笑貌,越听越像您。 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,果然是三将军。 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,我家主公刘玄德,正在河北元绍那儿呢。 剑庸也在那儿呢,三将军您都知道吗? 我也是才听说呀,嗨,你们来得正好。 二位黄嫂已到古城,迷竹迷芳一听西出往外。 哦,二位夫人也到了,他们是从哪儿来? 是有…… 嗨,张飞想这事还没法说呢,走吧咱们一块说去吧。 一边进城啊,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迷竹迷芳说了一遍。 两兄弟曾一听,哎呀,三将军,您这么做,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? 委屈了? 有点,有点啊,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。 他不过,这事他不能不要我这么想啊。 你说这哥迷的怎么办呢? 可也是啊,他们一边说,那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, 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,来接关羽来了。 关羽从迷竹兄弟打了招呼,说了些离别之情, 根本云长没打理张飞。 张飞一想,二哥不离我,这怎么办呢? 不离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,反正早晚得离我。 来到了天堂,互相都引荐完了,人家都坐下了, 这位三将军没敢坐,规规矩矩的在边上站着。 二位黄嫂啊,这才当众去说,云长在囤土山约三世, 怎么详汉不详朝。 后来听说,宣德皇叔在河北, 云长这才挂印封金,千里走丹旗, 保护着我们姊妹,来找他的兄长刘备,和他的弟弟张义德呀。 一路上是路经三难,怎么说三难呢? 保着黄嫂的车辆,云长总然有赤兔烟之兽千里马, 他走不起来呀,这叫游宝马不能飞驰,一难也。 自从离开许都之后,所走的地方,那是重重关矮, 不是一两处,一侥幸过来。 过了五关,攒了六元大将,二难也。 所投之处防卫甚严,不得通融三难也。 每过一地,都有曹所的人马把守,怎么去通融去? 所谓通融,就是花俩钱,买买路啊,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, 跟人说点好听的,人家得拼啊。 托人,说个人情,托谁去啊? 只好就得拼。 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金万果, 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宜其志啊。 一路上,他为了兄弟相封,为了保护我们姊妹, 担了多大的风险, 好不容易来到古城, 经说三弟义得在此, 云长喜不自胜,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。 没想到在古城前,你举起帐八毛, 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啊。 你好好想一想,对得住你家兄长。 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, 刚说的这儿,张飞就受不了了, 不通的一下, 像堆金山倒逆柱一样, 一切的跪倒在云长的面前, 放声大哭。 那可真叫大哭,震动无望。 就这一哭,房间的瓦都是菜哦, 快赶上二级地震了。 张飞是以头触地, 那头磕得蹦蹦痒啊。 张飞这一哭, 两位黄嫂也哭了, 众家人都落了泪。 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, 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, 本想不打理他了。 可是兄弟之情, 也难怪三弟这样, 我真在许都那儿待了这么长的时间, 三弟一得他怎么能够不怀疑我呢? 云长抬起手来用刨袖斩肋一斩肋, 双手把三弟搀扶起来。 先帝啊, 难怪你啊, 你是唯恐我, 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, 于兄, 不怪你。 哎哟, 云长这两句话说得张飞更难过了。 三将军就是这样, 他要不知道, 生起气了, 他非被你杀了不可, 当他知道自己错了, 他就下败想头碰地, 放声大哭, 这就是英雄的血性, 我是知错就改了。 迷竹迷方和孙前赶忙, 站起来都不要哭了, 兄弟相逢, 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? 应该庆贺, 不应该如此悲伤啊。 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, 转背为喜, 是设宴相庆啊, 这就算居家团员了, 还不算完全团员, 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。 第二天呢, 云长就跟张飞商量, 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, 把大哥接到这儿来。 张飞一听, 哎哟, 小弟我也跟您去的, 再不这么这么, 您这一路上太累了, 您好好在古城这儿歇息歇息, 让小弟我到汝南去, 接咱们大哥的。 云长一听不行啊, 三弟, 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, 你别看这儿淡然之地啊, 但是咱们能够牺牲呢, 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, 不能像无片瓦盖顶, 像了一堆之地, 你我兄弟够惨的了, 渠州失散之后, 东的东西的西, 连怪地方都没有, 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多古城, 你得把它看守住, 保护好凡两家嫂嫂, 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。 张飞一听, 只好答应了, 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啊? 我和孙前先生一起去吧, 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, 您可别勒高, 我知道了, 云长到后边秉明扫扫之后, 这才和孙前先生一起登陆, 直奔汝南。 因为孙前知道啊, 刘皇叔在汝南呢, 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, 一见刘碧呀, 嘿嘿, 刘碧刚走, 你说这事儿瞧不瞧, 刘碧告诉云长将军, 全都皇叔确实来了, 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, 因为看那地方太小, 兵马太少了, 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, 您看这怎么办? 云长一听, 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, 赶快到河北去吧, 咱就无论如何, 我得见着我家寻长啊。 他们又辞别了刘碧, 问袁绍呢来找玄德, 已经走到河北的介手了, 就算是交界了, 孙前呢, 就跟云长商量, 二相约, 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, 你想什么呢? 我是想啊, 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, 云长一听, 把眉头一皱, 孙前先生, 那, 那我这不白来了吗? 不是啊, 您听我说, 主公啊, 犹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济州,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去, 再说, 您在白马展了炎凉, 又诸了文仇, 袁绍正在怀恨你, 我总怕呀, 出点什么意外, 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, 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, 我到那儿把主公接了, 二将军您看怎么样, 云长本想不答应, 可是一听, 孙前这完全是一番好意, 他想的也很周到, 孙前先生, 那我在哪儿等着您呢? 因为光是我自己, 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呢? 周藏他们这都跟着呢? 哎呀, 孙前想着想, 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? 云长一听也对啊, 哎, 跟人一打听, 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, 云长约定孙前, 我就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你, 孙前这才打马扬边奔冀州车, 云长呢, 把周仓叫过来, 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, 上卧牛山干什么去? 去收裴元绍, 原来啊, 云长倒着黄扫奔古城, 走到卧牛山, 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? 周仓啊, 拼了命了, 非跟着云长走不行, 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, 连裴元绍也想跟着, 云长没答应, 今儿跟着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, 把裴元绍招来, 海才那些人马也都带来, 最好从大陆来, 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的, 周仓领命去了, 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, 等候着孙前, 孙前呢, 马不停蹄直奔冀州, 来到冀州他见着了黄叔, 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, 刘备一听喜上为烧, 太好了, 他恨不得一下子泪声双翅飞到古城, 兄弟相见居家团圆, 可是我怎么走呢? 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, 连龙一起, 简佣到外部接着, 刘备一看, 简佣先生你来得正好啊, 你帮我设计脱身之际吗? 简佣想了想, 有了, 黄叔您可以去找袁绍, 现在袁绍啊, 只想着是一心称大, 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, 您要想脱身, 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, 想办法, 帮着他灭曹, 袁绍一听这个, 无比高兴, 现在, 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, 曹操呢, 也是日夜苦思, 想把袁绍给吃掉, 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? 您就说呀, 现在汝南刘碧人马太少, 刘碧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, 最好能把京香酒郡的刘表给收过来, 助袁绍一臂之力, 共同灭曹, 您去当这个说客, 游说刘表, 袁绍准让你去, 刘碧也听这可太好了, 剑永先生, 那我走之后, 你怎么办呢? 我随您一块走啊, 你怎么个走法, 那您放心, 只要袁绍答应了您, 您前脚离开济州, 我是随后就到, 哎呀, 刘碧也听这太好了, 刘碧赶忙来见袁绍, 说民工, 我想上荆州去一趟, 袁绍一听, 哎, 使君, 你上荆州干什么去, 我去劝降刘表啊, 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, 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, 汝南人马太少, 刘碧等人哪, 忠如什么大用, 我想起来, 民工您要想早日破槽, 必得把刘表收过来, 因为刘表管辖, 京香九郡, 手下智谋之士, 能争武将很多呀, 兵精良俗, 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, 嘿, 破草草不费吹灰之利哟, 哈, 袁绍一听, 刘世娟, 你有所不知啊, 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, 他不理我呀, 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去破槽, 那不要去, 民工您可以让我去, 我和刘表, 是汉史宗亲的, 我们是一家子呀, 您看别人说他他不听, 我说他他准听, 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, 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, 嘿呀, 那你就辛苦一趟吧, 哎, 可有一样, 你走之前, 使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, 催催你二弟云长, 让他早日到我记住来, 哦, 您想念我家二弟, 不是, 我想把他杀了, 啊, 刘备下一条, 您知道怎么回事, 他杀了我两元大将, 严良分丑, 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, 哎呀呀, 民工, 您不是跟我说过吗, 你想收我二弟云长, 那严良分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, 严良分丑不过是两只鹿, 我二弟是一只猛虎, 你舍弃二鹿收一虎, 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, 哈哈哈哈, 袁绍笑了, 许万德, 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, 你快睡吧, 刘备刚出去, 简佣在外边进来, 民工, 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, 我让他上京香去说刘表, 哎呀, 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, 这事怎么办呢, 袁绍一听可是的, 我还真没想啊, 简佣, 那你说这该当如何, 我跟他去吧, 一则我到那帮着刘备说说刘表, 二则呢, 我监视刘备想办法, 我也得让他回来, 嘿嘿, 袁绍一听你看啊, 这向着我的人还撑不少, 简佣, 你这主意出的妙, 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去吧, 遵命, 简佣跟玄德一起, 连孙前都走了, 郭图进来了, 袁绍手下的谋事, 说明公民让刘备和简佣他们干什么去了, 袁绍跟他一说, 嗨, 坏了, 这俩一个都回不来, 袁绍你平息有此理, 你这人太多疑了, 快快退下, 把郭图给轰出去了, 简佣啊, 和刘备孙前打马扬边啊, 简佣告诉刘备, 咱们可得快走啊, 因为咱们前脚一走, 后脚嘴有人给袁绍出主意, 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, 刘备一听, 你的话正合我意, 我早想到这一层了, 他们扬边打马来到了棺定庄, 晕长老早接出庄外, 一见兄长玄德败倒在地, 兄弟指手大哭啊, 手拉着手哭开了, 简佣孙前在旁边解劝, 现在不是哭得实话, 当然这一见面是威喜交集, 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, 这一定是太危险, 今天晚上顶多待夜, 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, 以防袁绍派兵追赶, 玄德云长一听, 言之有理啊, 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官定庄呢, 这个老庄主啊, 姓官丹自明定, 他有两个儿子, 大儿子叫官宁, 二儿子叫官平, 官宁是学文的, 官平是学武的, 这官平就是小伙子可了的, 不单武艺高强, 长得还漂亮, 面如官玉, 没分八彩穆斯朗星, 齿不纯红了, 老官定啊, 想把老儿子官平送给云长将军, 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, 玄德一万官平今年十八岁, 玄德一见官平, 也非常喜欢, 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, 没有儿子怎么办, 就让官平败倒在云长将军膝下作为他的义责, 官定一听大喜啊, 立刻叫官平给云长将军叩头, 从此官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, 管玄德叫伯父, 他们只在官定庄待了一夜, 派袁绍追兵来啊, 第二天一早起了就走啊, 老官定送出好远, 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, 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, 袁绍来追兵也不要去, 为什么呢, 我那有一少人马, 玄德一听很高兴, 他们策马扬边的, 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, 走到大道上, 一看由对面来了十多个人, 走到前面那不是周仓吗, 周仓怎么走刀一瘸一拐的, 腿怎么瘸了, 不单腿瘸了, 帽子也没了, 袍子也裂了, 浑身都是伤, 后边带着那几个呀, 也都包着脑袋, 缠着胳膊, 这是怎么回事啊, 周仓一看云长将军, 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, 二将军, 您快给我们除气报仇, 云长让周仓起来, 起来想话, 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, 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, 将军你有所不知, 我刚到卧牛山, 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, 那山也丢了, 战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, 我跟他这么一说理, 他不担不理我, 还把我打成这样, 如果他要杀了我, 恐怕十个周仓也早已死于他的手下, 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, 他拿我开玩笑, 打一回我输一回, 打一回输一回, 现在我浑身都是伤, 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, 请将军您给我报骨除出气, 云长一听台区咖啰一下, 就把青龙刀摘下来, 他要躺上我牛山去看了, 权德不放心了, 要心自跟着云长一起去, 连马往前走不多远, 就听西路半山头上一声马叫, 一把山上飞烟一匹, 波隆鞠, 在马上蹲坐一架, 银窥银甲手踢亮银枪, 刘备不见则已, 一见他在马上大跳一声, 显一显一声, 栽下安朝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